你開車讓我再當挑釁 看到不停券的男子要搭車 刻意女保全不客氣的上前告誡他 男乘客撿起女保全的手機 用力猛摔 還不等女保全反映 他理智線全斷 站起來就對著他狂殴 一陣拳打腳踢 女保全被打趴在地上 男子還不罷休 出腳狂踹 歐人地點就在台南客運轉運站 三十號晚上十點多 原因是男子經常把車子 開進客運站停站的地方 被女保全制止 一氣之下先開車衝撞不成 接著動手毆打 要塞一下這台車 他在使用車子不動 這車子之前有比較重 他就塞進去路線 還要把它弄 他現在應該是在禁仰 聽說手機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損壞 男子先前就亂停車 曾被制止 但旅全不聽 這回要搭車去台中 又被呂保全當面糾正 居然情緒激動 直接暴打 呂保全手機壞了 受傷休養中 男乘客也要為脫緒行為 付出代價 記者賴關章 蔡霜淇麟之會 台南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